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挺吓人的 那这怎么办 正常来说 我们都是从一些日常生活的习惯去着手 希望我们不会把注役放在手机或上网上 尽可能给自己一个时间的认知 最重要的是 当你投入了上网的世界 往往你不记得时间 最初步你自己也有这样的指向 想去解释这件事 尝试在电脑或手机 看一看一看 甚至设计闹钟 每天走着自己玩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他会响一响 我已经玩半个小时 这些是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帮助自己 但如果去到一个阶段 你已经觉得不能自拔的话 甚至乎可能 你要把这样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让其他人 譬如家人 老师 同学 他们的提点 他们的支援 对于你来说 会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候上网 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 但是 当这些刺激 我们比较单一的话 譬如只能上网 才能得到这种刺激 会令我们很容易上瘾 那 考虑什么方法 譬如 建立多些不同的 的兴趣或是嗜好 尝试一下 做一下运动 建立一些新的事 例如看书等等 希望自己当这件事不做的时候 有其他方法去填补自己的时间 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 甚至乎 认识多些朋友 和朋友去聊聊天 去聊聊天 这些都可以帮助自己 慢慢脱离这个网的人 傅医生给了很多实际的方法 给我们了解我们的小朋友 了解我们身边的小朋友 还有一件事 在这个年轻人阶段里面 不能不提 我们哪怕是 都不知道是否应该适当时间 就是感情问题 那些小朋友 中学生 会拍拖的 你喜欢或不喜欢 他都自己会拍拖 在感情上 我有时看到一些报纸 有些年轻人 很情伤 抱着脚出骑楼 这些位置 其实我们怎么可以帮助 我们旁边 电视机旁边的朋友 如何留意到小朋友 在情绪上 特别波动 可能因为感情问题 可能因为压力 功课 如何去关顾 如何去留意他们 其实小朋友 去到青春期 十二三岁 开始对异性有兴趣 这是人之常情 第一件事 作为父母 千万不要太责怪他们 如果在管教 成长的过程之中 父母的角色 不要像一个家长 而是作为一个朋友 形式 变成小朋友 从小开始 和父母 什么都会说 有良好沟通 意思是 我能信父母 有什么事 我最私隱的问题 我的不开心的事 我都会和父母分享 其实这是一个 比较漫长的过程 变成小朋友 踏入一个 谈情算爱的阶段的时候 他都将自己内心的感觉 和父母分享 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 我们会放心很多 作为家长 我们不会担心 他会否自己 偷偷地拍拖 或者拍拖 不告诉我 又或者有其他问题 例如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们不敢说 甚至不懂得面对一些失败 我们发觉 往往这些小朋友 当他们出现感情问题 他们想不通 甚至伤害自己 戒手 或者严重 他们想自杀 往往都是发觉 原来他们身边的人 不理解他们 他们觉得投诉不满 或者没有大人可以给他们谈刷 没有朋友可以给他们谈刷 解决不了他们内心的结 所以如果父母 可以以一个朋友的角色 去和他们商量 谈他们的问题 会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心结 如果看到小宏 一些中学生 或者Tins 有情绪问题 我们在表面上 作为父母 或是旁观者 或者是老师 会看到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留意一下 小朋友上堂的时候 他们专不专心 有没有心机上堂 可能如果他们 都没睡睡 可能反映 他们 根本的人 已经睡觉 睡得不好 整晚很多事情想 等等 留意一下他们饮食 他们能不能吃 或是体育堂的时候 肯肯去玩 还是不肯去玩 还是坐在一边 尤其是老师 可能留意一下 例如 会否多了身体的毛病 经常都不上学 或自己发烧 或伤风感冒 累 等等 而经常抗科 其实这些 都可能是情绪的表现 现在的父母很紧张之类 有时 好像傅医生说 多一些沟通 其实应该做多一些 但有时 伯苗助长 紧张得太多 罵得多了 反而这个沟通 就会下跌了 级数 即是沟通不了 而年轻人 也很难跟父母说话 如果发觉 他真的有些 情绪波动的问题 那怎么可以介入呢 其实 角色上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对着小朋友 每次都用自己的标准 用自己想达到的要求 去加注在小朋友身上 小朋友慢慢就会发觉 我想做的事情 我所做的事情 包括我考试 我学的事情 其实不是为了我自己的知识 不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发展 原来只是满足父母的要求 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小朋友很快就会对于 这些所学的事情 没有兴趣 觉得没有了内在的推动力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是 告诉小朋友 给他们一个感觉 这些事情 纯粹是为了你的兴趣 为了你个人的发展 而去学 如果小朋友真的说 我没有兴趣 我不想弹琴 我不想学小提琴 我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 家长也无论勉强 尝试让他们接触多些不同的事情 不如你试一下 例如你有兴趣 或是画画 让他们多些不同的角度 多些不同的尝试 去发展他们 原来他们有一些 未被发掘的空间 可以帮他们 可以帮他们 OK 傅医生给了很多这方面的认知 对年轻人很难入手 你家里有年轻人 你知道 不理睬你的 你问他 十问九不认 多难得应你一句 应你一句 应你一句 那些是 原来我们真的要帮小朋友 进入世界里面 反而大人会做多些事 其实是的 不是说 反过来 去怪责 小朋友 不跟他们说 不说的背后 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时候 可能是因为 小朋友根本觉得 我说了你都不明白 又或者说了你都不相信 又或者说了你都不支持我的看法 所以 多一点的同理心 尝试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 小朋友说一件事 譬如 我想买游戏机 很多时候 有些父母就会说 不准买 浪费钱 你买了 就想着玩了 尝试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 譬如问一下 我知道你想买 但我们尝试去分析一下问题 为什么你想买呢 是否因为人有 你又想有呢 会不会是因为 别人买了你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落伍 甚至乎觉得自己 被人欠缺 其实这些问题 我们多一点 和小朋友 多一点沟通 多一点了解他们的想法 往往可能会 打开我们的沟通之门 令到他们多一点 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你 好过每次提起 某些问题 立刻删门 删闹 不行 不准 这样 变成了小朋友 久而久之 便会把自己的问题 收心了 不跟你说 明白 多谢傅医生给我们这么多提示 我叫支而行难 我想唯一要做的事 就是不断努力 可能我们做了大人太久 忘记了自己以前小朋友 时 都是经历了相关事情 所以我们都要打开心扉 要接近多些年轻人 新的想法 多谢傅医生给我们 这么多宝贵的知识 未来我们希望 真的再找傅医生 和我们说多一些 小朋友的心理成长 或者精神情绪需要的 一些主要的 一些我们叫上见的 一些 谋悟也好 上见的问题 我们早点处理也好 多谢傅医生 我们下期见 再见 再见 再见